接下来呢 我们针对这个表格 我最后最后我想要跟你们分享 就是我刚刚是不是设了一些样式 我设定好这些样式 我会不会希望说重复可以使用 我看一个新的文件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就直接输入主子 假设一 我希望它是一个标题主子 然后说明办法 我希望呢 这是标题一 这两个是标题二 我就先随便去 甚至我还把这个标题二修改 改一下它的颜色 我随便改啦 例如说这边我把那个字的颜色 假设我改成红色好了 红色比较容易看 确定 那你去看一下 我现在呢 我希望我用刚刚那一份文件的所有样式 怎么用 就是直接在常用底下这个样式 点它 然后接下来这边 这边最最最最下面 有一个叫做管理样式 管理样式 管理样式里面 我们去把那一份文件的样式 全部汇入进来 所以点这个汇入 点好汇入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现在我是文件4 现在我是文件4 可是我右边 右边这个地方呢 我先不要用这个Normal 不要用这个预设的档案 我关闭档案 然后开启档案 开启档案 然后选什么呢 选我刚刚放在D磁列机底下 这个地方他只会去找DOT 所以我们先改成所有档案 是不是有一个刚刚我做的中山区健康中心文件样式 好 然后开启 然后请把这里面 请把这里面所有的样式 所有的样式复制过去 那你会不会复制标题的样式过去 会不会复制标题的样式过去 通通都会 他是用刚刚那份文件的标题 好 全部揭示 然后关闭 你根本就不用花很多时间 去设那个统一样式 就是你只要有一份文件 记住你其他人只要会使用 你是不是就有这些什么 像这个 这个是标题一嘛 对不对 一模一样哦 绝对不会做任何的变更 要学这一招 可以吗 希望 就是 我真的不骗各位 这件事情 我真的 耳提面命再三要求 真的很重要 我再讲好多次都可以 因为 这是提升工作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只要 那天那个苏小姐吧 她那一份 就是你把那一份文件整理整理 然后请大家 请大家 学会这一招 以后 以后就是把这些段落设好 我再重新开一个新的档案 我再重新开一个新的档案 好 例如说 例如啦 我不是有一份这份文件吗 Office 2010 tip 40招 那里面哦 那里面 它的标题一的样式 跟标题二的样式 一定跟我刚刚那一份的样式 不一样 你看 这边有没有 这是标题一 可以哦 这个是标题二 好 那个标题一前面是有一个 大写那个复杂的那个一 它没有嘛 好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怎么样去做样式 整个统一变成像公文的形式 就是公家机关用的那种形式 所以在这个常用底下 是不是有一个样式 样式这边 这边点它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一二三 其中有一个叫管理样式 记住哦 那个前面那个版本 因为我知道有人可能用2013或2010 它不叫这个管理样式 它叫组合管理 组合管理样式 你要记住 资讯人很讨厌 就是把那个主词都删掉 好 组合管理样式 后来又简写变成管理样式 这个点它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 也换掉词了 现在这个版本叫汇入汇出 2013也叫汇入汇出 可是前面那个版本 它这边还是叫组合管理 所以你才会发现 有时候找不到 因为它名称换掉了 好 我们点这个汇入汇出 然后接下来 你不用改这一个文件 你这个文件不用改 这个文件是我准备 整个复制过来取代掉 所以重点是右边 右边 好 关闭一下档案 关闭档案哦 它现在关闭档案 现在变成开启档案 所以开启档案 然后去找到 我刚刚那一份文件 我是放在低磁叠机 低磁叠机 这个 说不定你们没有 说不定你们刚刚没有 存那个档案了 好 不过你们回去 你可以真的 真的看影片 照做这一段 真的非常非常值得 你们去体验一次 你就会了解 哦 根本就不用浪费 那么多时间去 表格设定一种样式 然后标题设一种样式 不用 好 就统一套用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地方 选择所有档案 然后接下来我就选这个 刚刚我是设中山区健康中心 文件样式 好 然后开启 接下来把这里面 所有所有的样式 所有的样式 然后复制过去 全部揭示 好了 那我们这里面 这里面一定也有标题 这个标题会整个改掉 比如说我现在关掉 你看刚刚什么绿色蓝色的 现在是不是直接改了 这件事情一定要学会 答应我下一次 可能又是四年后 上次我是因为你们秘书 对 对对对 许苗先生 他的邀请 我们跑过来 到这个地方 就好了